支列表移后 利流意识 五句意识 同时意识 也又称为明了意识 独头意识 善未独头意识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妄想 发呆了 二 狂乱独头 就是 发狂 第三叫做梦中独头 做梦 第四叫做定中独头意识 修行到某一阵子 有相当的功夫 无论佛道或者是外道 都有定 但是佛教 更高超 他有 无漏的慧 能就尽断烦恼 外道没有办法 所以外道没有办法出三界 在正常的状况下 第六意识就是五级意识 意思是 此意识 是以前五识 同时俱取 也就是五根 取五成镜 于心中生起前五识 一座最初级的了别 但是持等了别 了解独头的内涵之后 翻过来 306 但持等了别 并未加入价值判断 以及个人爱真等 然而就几乎在前五识升起的第二刹那 一根便升起第六识 去直取这前五识落下的影子来分别 一根是什么意思 一根就是第七意识 第七识 对内 言第八识的见分为自我 对外 为前六识的依靠 所以第七识 就像通内外一个桥梁 一根便升起第六意识 去取这前五识 落下的影子来分别 并加以价值判断 以及个人好恶 爱真取舍等等 意思就是 我们看到的只是影子样 而凡夫不知道说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影像 不实在的影像 我们却为他爱 却为他恨 却为他祈福 一直到死亡 所以第六识之升起 唯一前五识 言前五识 而以前五识俱起 所以称为五识一识 但第六识之升起 时间虽然比前五识 晚夜一刹挪 而事实上 以凡夫之志 时无法揭察其 时序之差别 两者几乎是同时升起的 故又名为同时义识 又在第六识升起前 前五识 虽然对外臣有所皆知 但对于 比我关系内外好宠 是非高下等相 皆不咒如是判别 这些项皆需由 第六识来判别 方能明白 所以第六识又称为 明聊识识 这是识识在日常生活 正常的状况下的情形 其次 在某些特殊或特定的状况下 第六识的运作方式又不一样 在这些状况下 第六识可以不用依前五识 或沿前五识的而起 它可以独立作业 单独而起 而不以前五识句 所以称为独头意识 以善为独头意识 又称为独善意识 比如说人啊 做白日梦啊 或者是发呆啊 这个时候独头意识 系沿至心线所造的境 或者是原过去记忆之影像 而分别启着 想路飞飞 此时虽不言现前五识 但是也能见射文声 乃至射身香味触法 六成俱全 为什么 譬如说 你去听音乐会 或者是听民歌 去听歌星唱歌 在歌星唱歌以后呢 好 你回来了 坐在公车或者捷银上面 没有人对你唱歌 可是 他这个歌声 在你 意识里面 自己唱 自己唱歌 自己唱歌 就像我们拜三千佛一样 这是拜三千佛 那师父以前有个居士 拜三千佛带领的时候 有个居士说 哦 拜三千佛回去啊 哦 非礼法师你知道吗 时时刻刻都是三千佛的声音 南无啊 每次都这样 子心归名列 他说这个没办法停止 因为三千佛唱得庄严 好听 你看 没有再拜三千佛 他内心里面 你就一直哼 一直哼 哼到他心声说 笑的 你看这样有病啊 我老婆去拜三千佛回来啊 连煮炒菜都 子心归名列 就好像在打鼓一样 哦 这个独 独头意识 很强的 乃至色身相位处法六成俱全 当然 此时所见之色 所闻之身 都不是现前所有的 也就是说 他此时所闻的是 在外 在现实环境中 并没有这些事物 与现前发生或存在 就像 刚刚师父比喻的 听音乐会以后 坐在公车上 或坐在节驭上 脑筋里面 自己现色身相位处法 所以都不是 他人所能共见 共闻者 而唯有此人本身 能见能闻 因为那些色 身等臣 全都是此人独头意识 所照进 或者是言过去 记忆之影像 这便是尚未独头意识的作用 第二 梦中独头 这个大家都有经验 每一个人都做过梦 即人一睡梦的时候 因前五次 站不起现行 于是独头意识 便独自造静 制造静后 再自攀岩 持等静 而生分别 或者是 以言过去 记忆之影像 而生分别等等 所以 白天造什么夜 身口意造什么夜 晚上 有时候就会 映现出来 日有所思 夜就有所梦 第三 狂乱独头 即人一失心 错乱 疯狂时 独头意识 虽一省时 也能一致想象 而造出种种沉静 然后再去言 去分别 持等致所造静 狂乱独头 所以一个人 狂乱独头的时候 他就会 一直怀疑别人 一直误会别人 一直扭曲别人 别人没有这个意思 两个人 在讲话的时候 他就说 他们两个人 一定要讲我坏话 那个人 如果到你家 门口探望一下 你就说 这个可能要偷 我家的东西 因为自己生病 自己不知道 所以这个狂乱独头意识 大部分都是服用药物 或者是 有遗传 遗传也会 服用药物也会 还有业障现前也会 业障现前也会 严取其所现之五成境 再加以分别节之 如定中 所见种种圣相 瑞相 佛菩萨相 乃之净土相 皆是定中独头意识之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 修行无上禅则 即使离一切 见闻皆知 即使是定中所见 所闻之一切 千不得知主 因为你在定中 所有的静闻皆知 即使是清静 顺略之相 也仍是自心 定中独头之作用 所以能及经说 须觉自心限量 离心意意识 心顿点意顿点 心就是指第八识 意就是指第七识 意识是指第六意识 所以离心意意识 离心顿点 意顿点 这个就是指第八意识 第七识 第六意识 所以金刚经语言 离一切 诸相 即明诸佛 可见这个离相有多难 308 了解读头意识的内涵之后 再来看这段经文 就应当会比较明白 经语言 重灭一切见闻皆知 内所悠闲 以为法诚分别隐事 此意为 即使你在静坐的时候 在残疾中 虽然你能把前六识的现行作用 如禁文截止等 都止息了 而心中只有一片悠闲安静之相 你却默认 千万不要认为 这极静之相 就是你的清静心 那只是暂时 静一下 或者是清静的本体之相 换句话说 这不是你的真心之相 仍然只是你的定中读头意识 分别心中 极静的法尘 只成瘾之事 只是环境比较静一点 事故 莫认妄为真 千万不要认妄心为真心 附带提及 静世有人 叫人坐禅 时 需要关静 许之 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如前所说 静也是一种成 名为静成 这是对动来讲的 动是成 静当然也是成 如果是开大波的智慧 动是如静还是如 那是心的问题 不是静的问题 习仓者所应观者 不是成静 而是观自心 若是观成 即随成而劳动 足成生灭 反成成劳 再说 依此段经文而言 即使得定后 以定中读头 去 起信中 极静的法尘来分别 都是错用心 更何况 还没有得定 而其观静 只不过是 琴耳听起外界 极静之相而已 就是耳朵听到 没有声音而已 我们听到 吹水马荣 到山上去 没有声音 一片极静 就听到极静 极静也是一种成 讲来讲起 就是明心见性 是最重要的 明心见性以后 观理是动是静 如是则离 自心以正道更远 因为持种稀禅 所以名为稀禅 实在是往外持足 以往外持足 故其心是向外奔异的 故以禅法 实相违背 是故佛道 甚深甚难 插着好礼 以谬 以千礼 也因此之故 禅宗六足 惠能大师 也开示淫 奴等 甚入观境 即空其心 持心本境 无可取舍 讲得多好啊 又 内守悠闲 其实就是一般凡夫禅 以及外道禅的境界 因为凡夫外道 不了真心 所以只能一以六四望心 乃至虽有心 离以愧闹 惜心其静 但 人 看不透 自心独头意识的作用 而以为自己 已经修到了清静心 其实人在六四望心的范畴内 因此 时下有些人提倡工作之时 静下来 享受片刻的放松 以寂静 乃至前述的观境 都是属于凡夫禅所设 至于 做到一片激进 而皆以万化名合 则是 独头意识 遍言内外激进之相 的外道禅 事故禅者 以此息万般流义 一不小心 其落入外道 外道境界 付次 此段经文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 教我们如何判别凡夫禅 外道禅的内守悠闲之境界外 又教我们如何分辨真心 以忘心 最基本的条件 忘心是依前程而起面的 而真心是寥寥分明之性 这是常住不变的 不一层而有的 所以经文说 若离前程有分别性 即入真心 所以我们的真心 也是有分别的 能做分别 但是不着分别 谁分别 不做分别想 谁分别 绝不起想 也部分 5 ml 5 ml 贵